等待了三年多 粉絲們的千呼萬喚 終於如願看到查克史奈德的正義聯盟導演版 可能有一些人會覺得奇怪 電影不是前幾年就上映過了嗎 為什麼現在會推出一個導演版 這個問題網路上都有很多資料 我在這邊就不花太多時間解釋了 簡單說就是 當年推出的院線版正義聯盟 並不是查克史奈德導演的最終作品 主要是因為跟電影公司華納有很多狀況 又遇上女兒的突然自殺離世 他才對外宣布推出正義聯盟的電影製作 好好陪伴家人 當然電影公司為了賺錢 請來了指導過漫威前兩部復仇者聯盟的導演 喬斯溫登接手拍攝作業 那拍出來的成品 就是當年我們在電影院看到的那個版本啦 哦對了 我發現目前還有97%的觀眾沒有訂閱這個頻道 所以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內容的話 可以考慮訂閱一下 如果不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這樣我才可以製作更棒的影片分享給大家 好 那就開始今天要講的 查克史奈德之正義聯盟 我是Wasteworker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這支影片不會跟2017年院線版的正義聯盟做比較 會單就導演版本身做觀衡感的分享 不會爆雷所以不用擔心 院線版對我來說就是一部雖然知道表現得不太好 但還是看得很享受的電影 也許是因為當年不知道 也不相信未來會真的推出導演版 所以作為漫畫電影的粉絲 看到集結DC英雄們的電影 還是買了藍光回家收藏 但現在 我不確定我看過查克史奈德的導演版之後 我還會不會回去看院線版 拜串流平台所賜 這次的導演版片長有4個小時 這4個完全沒有辦法在電影院播映的長度 可能很多人看到這麼長的片長 就會怕是不是有很多節奏緩慢的戲 會看得昏昏欲睡 其實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4小時的片長 故事節奏很順暢 人物角色有更完整的描寫 也適時加入多場熱血沸騰的動作場面 絕對不會無聊 也不會感到疲憊 如果你對慢動作跟硬塞一些給粉絲們的禮物不在意的話 電影的劇情 緊接著上一部蝙蝠俠對超人正義曙光的結尾 所以在看之前還是要再複習一下 至少要知道那部電影發生了什麼事 才會比較好融入這次的劇情 去年才剛推出續作的神力與超人 在這部電影中 又回到了一開始我們最熟悉的那個充滿戰力的女戰士 我喜歡她在兩部個人作品裡的表現 但這部在查克史奈德的指導下 雖然角色情感沒有刻畫太多 但就是一個酷盡持出的女神 我非常喜歡這種風格 好希望神力與超人3可以找查克史奈德來拍喔 水行俠的角色刻畫又更少了 但是在我們都已經看過她的個人電影的狀態下 其實也不會對她太陌生 能看到她在這部電影裡面的演出也算是個加分 電影中也有呈現她的同情心 不是單純來打架的硬漢而已 蝙蝠俠這次扮演的是負責集結所有英雄的角色 雖然無法再現蝙蝠俠對超人正義曙光裡 那場經典的倉庫打鬥戲 還是覺得班安弗雷克是我最喜歡的蝙蝠俠 真的很可惜沒辦法看到她的個人電影 我最愛的就是惡夢蝙蝠俠了 超人的部分 算是電影的驚喜之一 就讓你們自己去看囉 出乎意料的是 閃電俠成為這部片我第二喜歡的角色 雖然有一場戲的設計有點奇怪 但導演在閃電俠的超能力視覺表現 還是前所未見的 並且在描寫她與自己復興之間的關係時 也令人感動 最後就是鋼骨這個角色 看似冷冰冰的機械 卻是本片最具人性的角色 我們能了解她的背景故事 她的個性 她的動機 有著最完整的角色刻畫 整部片都快算是她的個人電影了吧 至於反派的荒原狼 她有一個合理的理由出現在這部電影裡 並不是無腦的自相統治世界 我們能感受到她的動機 甚至還能稍微同情她 並且她也是一個力量強大的威脅所在 十分稱職的超級反派角色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達克賽德 好像跟另外一部漫畫電影系列的角色有點像 但是要知道 薩諾斯的原型 就是DC漫畫的這位達克賽德 以第一次出場來說 戲份還滿多的 不過電影很專心的描寫荒原狼 達克賽德就比較算是 預告著未來即將出現的巨大威脅 比較沒有更多的描寫 配樂方面 作曲師Junkie XL也補出符合這部超級英雄史詩的旋律 但我自己還是覺得她的作品中規中矩 記憶點不太多 最近為哥吉拉大戰金剛的作曲也是一樣 在她歷年的作品中 還是覺得只有瘋狂邁思憤怒到的表現突出 其他真的就只是普通 電影中的彩蛋也是非常多 但我最喜歡的是這一個 完美的致敬唐老大 我給這部電影 4顆星 4小時的片長 但節奏很順暢 不會感到疲憊 值得在休假時悠閒的下午 好好享受最完整的 DC超級英雄電影饗宴 可惜的就是只能在家裡收看 所以絕對要用家中那台最大的電視享受 這部電影適合本來就是粉絲的人看 但這些鐵粉們本來就會看了 不需要我的提醒 如果是已經看過院線版的朋友 也一樣可以看這部 因為是完全不同的電影喔 整體也是進步非常多 但如果你是本來就對這題材沒有興趣的話 其實不看也沒關係 因為它絕對不會是什麼影響電影史的神作 不看也沒有損失 電影也加入了很多充滿外來可能性的伏筆 但我們都知道一幕前來說 華納並沒有要沿用查克史奈德的宇宙 真的很難過 因為雖然導演扮演了4小時那麼久 看到最後我覺得還是不夠 我還想要更多阿 大家都看過這部電影了嗎 這支影片也特別採用跟電影一樣的比例 如果你有耐心看到這邊 並且有發現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十分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按讚 熱愛我的影片的話請按訂閱 這樣我們下次才能再度見面 掰掰